第八十四回 难灭加持元大绝 法王成杖体天然 话说唐三藏雇注元阳 出离了烟花苦涛 随行者投膝前进 不觉下时 正值那熏风出洞 眉宇丝丝 好光景 冉冉绿阴密 风轻燕引除 星河翻找面 修竹见扶苏 芳草连天壁 山花遍地扑 西边蒲插剑 流火撞行徒 师徒四众 单言受热 正行处 忽见那路旁 有两行高柳 柳音中走出一个老母 右手下掺着一个小孩 对唐僧高叫道 和尚不要走了 快早拨马东回 进西去都是死路 吓得个三藏 跳下马来 打个问讯道 老菩萨 古人云 海阔从余月 天空任鸟飞 怎么西进 便没路了 那老母 那老母用手朝西指道 那里去 有五六里远近 乃是灭法国 那国王 前生那世里 结下冤仇 今世里 无端造罪 二年前 许下一个 螺天大院 要杀一万个和尚 这两年 陆陆续续 杀够了 九千九百九十六个 无名和尚 只要等四个 有名的和尚 凑成一万 好作圆满嘞 你们去 若到城中 都是送命王菩萨 三藏文言 心中害怕 战兢兢的道 老菩萨 深感盛情 感谢不尽 但请问 可有不尽城的 方便路 我贫僧 转过去吧 那老母笑道 转不过去 转不过去 只除是会飞的 就过去了也 八戒在旁边卖嘴道 妈妈莫说黑话 我们都会飞嘞 行者火眼金睛 其实认得好歹 那老母掺着孩儿 原是观音菩萨 与善财童子 慌得倒身下败 叫道 菩萨 弟子失营 失营 那菩萨 一朵祥云 轻轻架起 吓得个堂长老 立身无地 知情跪着磕头 八戒沙僧 也慌跪下 朝天礼拜 一时间 降云飘渺 竟回南海而去 行者起来 扶着师父道 请起来 菩萨已回宝山也 三藏起来道 悟空 你既认的是菩萨 何不早说 行者笑道 你还问话不了 我急下败 怎么还是不早嘞 八戒沙僧 对行者道 赶蒙菩萨指示 前边必是灭法国 要杀和尚 我等怎生奈何 行者道 呆子休怕 我们曾遭那独魔狠怪 虎学龙坛 更不曾伤损 此今乃是一国凡人 有何俱灾 只乃这里不是住处 天色江湾 其有乡村人家 上城买卖回来的 看见我们是和尚 嚷出名去 不做吻变 其引师父找下大路 寻个僻静之处 去好商议 真个三藏一言 一行都闪下路来 到一个坑坎之下坐定 行者道 兄弟 你两个好生保守师父 带老孙变化了 去那城中看看 寻一条辟路 连夜去也 三藏叮嘱道 徒弟呀 莫当小可 王法不容 你须仔细 你须仔细 行者笑道 放心放心 老孙自有道理 好大圣 画壁 江山一纵 呼哨地跳在空中 怪在 上面无绳扯 下头霉棍撑 一般同父母 他便骨头青 助力在云端里 往下观看 只见那城中 喜气充容 降光荡漾 行者道 好个去处 为何灭法 看一会儿 渐渐天昏 又渐那 十字街灯 光灿烂 九重殿香 矮中鸣 七点角星 照避汉 八方客旅 谢行踪 六军营 隐隐地画脚才吹 五股楼 点点的铜壶出笛 四边 素雾昏昏 三世寒烟矮矮 两两夫妻 闺秀木 一轮明月 上东方 他想着 我要下去 到街坊打看路径 这般个嘴脸 撞见人 必定说是和尚 等我变一变了 念着诀 念动真言 摇身一变 便做个扑灯鹅 行戏一敲 轻敲 灭灯 扑竹 投明 本来面目 化生成 浮草中间 灵应 媚爱 阎光 触艳 茫茫 飞绕 无停 紫衣 相斥 赶流影 醉喜 夜深风静 但见他 偏偏偏翻翻 飞向六街三市 棒房檐 进屋角 正行时 忽见那鱼头 拐角上 一弯子人家 人家门手 挂着个灯笼 他道 这人家 过元宵 咧 怎么挨牌 都点灯笼 他 硬硬斥 飞进前来 仔细观看 正当中 一家子 方灯笼上 写着 安歇 往来 商骨 六字 下面又写着 往小二 点四字 行者才知 是开饭店的 又伸头 打一看 看见有八九个人 都吃了晚饭 宽了衣服 卸了头巾 洗了脚手 个个上床睡了 行者按喜道 师父过得去了 你道他 怎么就知过得去 他要起个不良之心 等那些人睡着 要偷他的衣服头巾 装作俗人进城 一 有这般不遂意的事 正私存处 只见那小二 走向前 吩咐 列位官人 仔细写 我这里 君子小人不同 个人的衣物行李 都要小心着 你想那 在外做买卖的人 哪样不仔细 又听得店家吩咐 越发谨慎 他都爬起来道 助人家说得有理 我们走路的人辛苦 只怕睡着 急忙不醒 一时失所 奈何 你将这衣服头巾 搭脸 都收进去 行天将明 交付与我们起身 那王小二 真个把些衣物之类 尽情都搬进 他屋里去了 行者性急 展开 就飞入里面 钉在一个头巾架上 又见王小二 去门首摘了灯笼 放下吊搭 关了门窗 去才进房 脱衣睡下 那王小二 有个婆子 带了两个孩子 呱呱 尝 急忙 不睡 那婆子 又拿了一件 破衣 补补补补那 呐 也不见睡 行者 按想道 说等着婆子 睡了下手 却不误了师父 又恐更身 城门斐了 他就忍不住 飞下去 往灯上 一扑 真是 舍身头火焰 焦鹅炭残生 那盏灯 早已熄了 他又摇身一变 便做个老鼠 滋滋哇哇地叫了两声 跳下来 拿着衣服头巾 往外就走 那婆子慌慌张张地道 老头子 不好了 夜耗子成精了 行者闻言 又弄手段 拦着门 立声高叫道 王小二 你莫听婆子胡说 我不是夜耗子成精 名人不做暗示 无奈齐天大圣临凡 保唐僧往西天取经 你这国王无道 特来借此衣冠 装扮我师父 一时过了城去 就便送还 那王小二听言 一咕噜起来 黑田摸地 又是着忙的人 捞着裤子荡衫子 左穿也穿不上 右套也套不上 那大圣使个设法 早已驾云出去 腹翻身 静置路下坑坎边前 三藏剑星光月角 探身凝望 见是行者 来至近前 即开口教道 徒弟 可过得灭法国吗 行者上前放下衣物道 师父 要过灭法国 和尚做不成 八戒道 哥 你勒肯哪个勒 不做和尚也容易 只需要半年不剃头 就长出毛了也 行者道 哪里等的半年 眼下就都要做俗人勒 那呆子慌了道 但你说话 通不查理 我们如今都是和尚 眼下要做俗人 却怎么戴着头巾 就是这边勒住 也没收顶绳处 三藏贺道 不要打花 且干正事 端地何如 行者道 师父 他这城池 我已看了 虽是古王无道杀僧 却道是个真天子 城头上有祥光喜气 城中的街道 我也认得 这里的香坛 我也醒得 会说 却才在饭店里 借了这几件衣服投金 我们且半座俗人 进城去借了宿 到四更天就起来 叫店家安排了斋吃 挨到五更时候 挨城门而去 本大路西行 就有人撞进扯住 也好折变 只说是上帮钦差的 灭法王不敢阻止 放我们来的 沙僧道 师兄处得最当 且一塌行 真个长老无奈 脱了便衫 去了僧帽 穿了俗人的衣服 戴了头巾 沙僧也换了 八戒的头大 戴不得金儿 被行者取了些针线 把头巾扯开 两顶缝坐一顶 与他搭在头上 渐渐宽大的衣服 与他穿了 然后自家也换上一套道 列位 这一去 把师父徒弟四个字 且收起 八戒道 除了这四字 怎的称呼 行者道 都要做弟兄称呼 师父叫做唐大官 你叫做朱三官 沙僧叫做沙四官 我叫做斯纳二官 但到殿中 你们切修言语 只让我一个开口答话 等他问什么买卖 只说是贩马的客人 把这白马做个样子 说我们是十弟兄 我们四个 先来令殿房卖马 那殿家必然款待我们 我们受用了 您行时 等我十块瓦汁 便快银子卸它 去就走路 长老无奈 只得屈从 四众茫茫的切马挑担 跑过那边 此处是个太平境界 入更时分 尚未关门 静止进去 行到王小二殿门守 只听得里边叫嘞 有的说 我不见了头巾 有的说 我不见了衣服 行者只推不支 引着他们 往协队门一家安歇 那家子还未收灯笼 急进门叫道 店家 可有闲房 我们安歇 那里边有个妇人 答应道 有有有 请客人们上楼 说不了 就有一个汉子来牵马 行者把马地狱 牵进去 他引着师父 从灯影后面 静上楼门 那楼上 有方便的桌椅 推开窗格 应月光 齐齐坐下 只见有人 点上灯来 行者拦门 一口吹袭道 这般月亮 不用灯 那人才下去 又一个丫鬟 拿四碗清茶 行者接住 楼下又走上 一个妇人来 约有五十七八岁的模样 一直上楼 站在旁边 问道 列位客官 哪里来的 有甚宝货 行者道 我们是北方来的 有几匹粗马贩卖 那妇人道 贩马的客人 上海小 行者道 这一位是唐大官 这一位是朱三官 这一位是沙四官 我学生是孙二官 妇人笑道 异姓 行者道 正是异姓同居 我们共有十个弟兄 我四个先来令电房打火 还有六个在城外戒歇 领着一群马 因天晚不好进城 待我们令了房子 明早都进来 只等卖了马才回 那妇人道 一群有多少马 行者道 大侠有百尸匹 都像我这个马的身子 却只是毛片不一 妇人笑道 孙二官人 诚然是个克刚克技 早是来到设下 第二个人家 也不敢留你 我设下院落宽阔 嘈杂齐备 草料又有 凭你几百匹马 都养得下 却一剑 我设下在此开店多年 也有个剑名 先夫姓赵 不幸去世久矣 我换作赵寡妇店 我店里三样待客 如今先小人后君子 先把房钱奖定后 好算账 行者道 说的是 你府上是哪三样待客 常言道 货有高低三等价 客无远近一般心 你怎么说三样待客 你可是说说我听 赵寡妇道 我这里是上中下三样 上样者 五国五菜的研习 实现豆糖桌面 二位一张 请小娘来陪畅陪些 每位该饮五钱 连房钱在内 行者笑道 相应啊 我那里五钱银子 还不够轻小娘来 寡妇又道 中样者 合盘桌 只是水果热酒 筛来凭自家猜梅行令 不用小娘 每位只该二钱银子 行者道 一发相应 下样怎么 妇人道 不敢在尊客面前说 行者道 也说说无妨 我们好捡相应的干 妇人道 下样者 没人服侍 锅里有方便的饭 凭他怎么吃 吃饱了 拿个草 打个地铺 方便处睡觉 天光时 凭次几文饭前 绝不争进 八戒听说道 造化造化 老猪的买卖到了 等我看着锅吃饱了饭 早门前睡他娘 行者道 兄弟 兄弟说哪里话 你我在江湖上 哪里不赚几两银子 把上样的安排将来 那妇人满心欢喜 急叫 看好茶来 除下快整制东西 岁下楼去 忙叫 宰鸡宰鹅 煮烟下饭 又叫 杀猪杀羊 今日用不了 明日也可用 看好酒 拿白米做饭 白面擀饼 三藏在楼上听见道 孙二官 怎好 他去宰鸡鹅 宰猪杨 躺送将来 我们都是常宅 哪个敢吃 行者道 我有主张 去那楼门边 跌跌脚道 赵妈妈 你上来 那妈妈上来道 二官人 又甚吩咐 行者道 今日且莫杀生 我们今日斋戒 寡妇惊讶道 官人们 是常斋 是月斋 行者道 据不是 我们换作 更深斋 今朝乃是 更深日 当斋 吃过三更后 就是新有 便开斋了 你明日杀生吧 如今且去 安排些素的来 定照 上样价钱 奉上 那妇人 越发欢喜 跑下去叫 莫仔 莫仔 取些木耳 民笋 豆腐 面紧 园里拔些青菜 做粉汤 发面蒸卷子 再煮些白米饭 烧香茶 咦 那些当厨的袍丁 都是每日家 做惯的手段 煞时间 就安排停当 摆在楼上 又有现成的 师仙糖果 似众 任情受用 又问 可吃素酒 行者道 只唐大官不用 我们也吃几杯 寡妇又取了一壶暖酒 她三个方才真上 只听得乒乓板响 行者道 妈妈 底下找了什么家伙了 寡妇道 不是 是我小庄上几个客子 送租米来晚了 叫她在底下睡 因客观到 没人使用 叫他们抬轿子 去院中请小娘陪你们 像是叫杠 撞得楼板响 行者道 早是说嘞 快不要去请 一则斋戒日期 二则兄弟们未到 所幸 明日请来 一家请个婊子 在府上耍耍时 得卖了马起身 寡妇道 好人 好人 又不失了和气 又养了精神 叫 抬进轿子来 不要请去 四众吃了酒饭 收了家伙 都散起 三藏在行者耳根边 悄悄地道 哪里睡 行者道 就在楼上睡 三藏道 不稳便 我们都辛辛苦苦地 躺下睡着 这家子一时 再有人来收拾 见我们或滚了帽子 露出光头 忍得是和尚 嚷江起来 却怎么好 行者道 是啊 又去楼前跌跌脚 寡妇又上来道 孙官人 又有甚吩咐 行者道 我们在哪里睡 妇人道 楼上好睡 又没蚊子 又是南风 打开着窗子 推好睡觉 行者道 睡不得 我这猪三官 有些寒食气 沙四官 有些漏肩风 唐大哥 只要在黑处睡 我也有些休明 此间不是睡处 那妈妈走下去 以着桂兰叹气 她有个女儿 抱着个孩子 进前道 母亲 常言道 十日摊头坐 一日行酒摊 如今炎天 虽没甚买卖 到焦秋时 还做不了的生意 你接探怎吗 妇人道 儿啊 不是愁眉买卖 今日晚间 已是江收铺子 入更时分 有着四个马贩子 来练店房 她要上样管贷 使指望 赚她几钱银子 她却吃斋 又赚不得她钱 故此揭探 那女儿道 她既吃了饭 不好往别人家去 明日还好安排婚酒 如何赚不得她钱 妇人又道 她都有病 怕风休亮 都要在黑处睡 你想家中 都是些单浪碗的房子 哪里去寻黑暗处 不若舍一顿饭 与她吃了 叫她往别家去吧 女儿道 母亲 我家有个黑处 又无风色 甚好 甚好 妇人道 是哪里 女儿道 父亲在日 曾坐了一张大柜 那柜 有四尺宽 七尺长 三尺高下 里面可睡六七个人 叫她们往柜里睡去吧 妇人道 不知可好 等我问她一声 孙官人 设下窝居 更无黑处 只有一张大柜 不透风 又不透亮 往柜里睡去如何 行者道 好好好 急着几个客子 把柜抬出 打开盖 请她们下楼 行者引着师傅 沙僧拿蛋 顺灯引后 进到柜边 八戒不管好歹 就先跨进柜去 沙僧把行李递入 掺着唐僧进去 沙僧也到里边 行者道 我的马在哪里 朋友服侍地道 马在后屋 拴着吃草料理 行者道 亲来 把草台来 紧挨着棍拴住 方才进去 叫 赵妈妈 盖上盖 插上锁钉 锁上锁子 还替我们看看 哪里透亮 使些纸糊糊 明日早些来开 寡妇道 忒小心了 遂此各个关门去睡 不提 却说她四个 到了柜里 可怜哪 一则乍戴个头巾 二来天气炎热 又闷住了气 略不透风 她都摘了头巾 脱了衣服 又没把扇子 只将僧帽扑扑扇扇 你挨着我 我挤着你 直到有二更十分 却都睡着 为行者有心闯祸 偏她睡不着 伸过手 将八戒退上一年 那呆子缩着脚 口里哼哼地道 睡了吧 辛辛苦苦的 有什么心肠 还粘手粘脚的耍子 行者导轨道 我们原来的本身是五千两 前者马卖了三千两 如今两大链里 现有四千两 这一群马还卖它三千两 也有一本一利 够了够了 八戒要睡的人 哪里答对 几只他这店里 糟糖的挑水的烧火的 素语强盗一火 听见行者说有许多银子 他就啄几个溜出去 火了二十多个贼 明火执障地来打劫马贩子 冲开门进来 吓得那赵寡妇娘女们 战战兢兢地关了房门 进她外边收拾 原来那贼不要店中家伙 只寻客人 到楼上不见行迹 搭着火把四下照看 只见天井中一张大跪 跪脚上拴着一匹白马 跪盖紧锁 掀翻不动 众贼道 走江湖的人都有手眼 看着跪示众 必是行囊财博锁在里边 我们偷了马 抬柜出城 打开分用 却不是好 那些贼 锅着起绳杠 把柜抬着就走 晃啊晃的 八戒醒了道 哥哥睡吧 咬什么 行者道 莫言语 没人咬 三藏语沙僧 呼得也醒了道 是什么人抬着我们嘞 行者道 莫嚷莫嚷 等他抬 抬到西天 也省得走路 那贼得了手 不往西去 到抬向城东 杀了守门的军 打开城门出去 当时就惊动 六街三市 各铺上火甲人夫 都抱于寻城总兵 东城兵马司 那总兵兵马 适当干几 几点人马工兵 出城赶贼 那贼贱 官军势大 不敢抵抵 放下大跪 丢了白马 各自落草逃走 众官军 不曾拿得半个强盗 只是夺下跪 捉住马 得胜而回 总兵在灯光下 欲骑林 总兵官把自家马不骑 就骑上这个白马 率军马进城 把柜子抬在总府 同兵马 写个封皮封了 令人寻手 带天明起奏 请旨定夺 官军散气不提 却说 唐长老在柜里 埋怨行者道 你这个猴头 害杀我也 若在外边被人拿住 送予灭法国王 还好折变 如今锁在柜里 被贼截去 又被官军夺来 明日见了国王 现现场场地 开刀请杀 却不凑了他一万只数 行者道 外面有人 打开柜拿出来 不是捆着便是吊着 且忍耐心 免了捆掉 明日见那昏君 老孙自有对答 管你一毫也不伤 且放心睡一睡 挨到三更时分 行者弄个手段 顺出棒来 吹口仙气 脚 变 即便做三斤头的钻 挨跪脚两三钻 钻了一个眼子 收了钻 摇身一变 变做个楼尾 瓜将出去 线圆身 踏起云头 进入皇宫门外 那国王正在浓睡之际 他使个大分身 普惠神法 将左臂上毫毛 都拔下来 吹口仙气 脚 变 都变做小行者 右臂上毛 也都拔下来 吹口仙气 叫 变 都变做瞌睡虫 念一声 鞍字真言 叫当方土地 领众布散皇宫内院 五府六部 五府六部 各衙门大小官员宅内 但有品质的 都与他一个瞌睡虫 人人吻睡 不许翻身 又将金箍棒 取在手中 颠一颠 晃一晃 叫声 宝贝变 即便做千百口剃头刀 他拿一把 吩咐小行者 各拿一把 都去皇宫内院 五府六部 各衙门里剃头 亦 这才是 法王灭法 法无穷 法冠乾坤 大道通 万法原因 归一体 三圣妙相 本来同 钻开玉柜 明消息 不散金毫 破壁蒙 管取法王 成正果 不生不灭 去来空 这半夜 替虚成功 念动咒语 鹤退土地神奇 将身一斗 两臂上毫毛归符 将剃头刀 总拧成针 依然认了本性 还是一条金箍棒 收来歇小之行 藏于耳内 腹翻身 还坐蝼蚁 钻入柜内 献了本相 与唐僧 手困不提 却说那皇宫内院 宫额才女 天不亮 起来梳洗 一个个都没了头发 川宫的大小太监 也都没了头发 一拥齐来 到于寝宫外 奏乐惊寝 各个琴泪 不敢传言 稍时那三公皇后 醒来也没了头发 盲一灯 到龙床下看处 紧被窝中 睡着一个和尚 皇后忍不住言语 出来 惊醒国王 那国王急震惊 见皇后的光头 她连忙爬起来道 紫童 你如何这等 皇后道 主公义如此也 那皇帝摸摸头 吓得三师神诈 欺迫非空道 朕当怎的来也 正慌忙处 只见那六院嫔妃 公俄才女大小太监 接光着头跪下道 主公 我们做了和尚也 国王见了 眼中流泪道 想使寡人杀害和尚 几传指吩咐 如等不得说出落发之事 空文武群臣 褒贬国家不正 且都上殿涉朝 却说那五府六部 和衙门大小官员 天不明都要去朝王败阙 原来这半夜 一个个也没了头发 个人都写表起奏此事 只听那 静边三响朝皇帝 表奏当今 剃发阴 毕竟不知 那总兵官 夺下柜里贼赃如何 与唐僧四众的性命如何 且听 下回分解 我手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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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快 两哒 用 一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